好来看到最近消息 天后蔡依林日前跟曾经入围多项葛兰美大奖的 瑞典电影王子重新诠释对方的经典歌曲 新的MV推出来引发了一阵讨论 详细的消息交给记者王孟婷 孟婷 所以主播今天天后蔡依林呢 是出席了品牌代言活动 那日前呢 她和瑞典电影王子一起合作的MV呢 是最近也曝光了 那在网络上掀起超高的讨论 那我们听听看她自己怎么说 蛮好玩的 然后也是一个新鲜的尝试 然后她人也非常nice 而且非常有才华 希望之后可以再跟她合作 最近好像有法国的那个年纪 希望你可以再去那边演唱 你自己会不会想说也可以去一下歌 可以啊 随时都去 我以前有学过 但是我就是 经纪人说你会唱法文歌 没有吞牙讲得好 法文歌啊 可以吗 硬学学得起来啊 只是标不标准而已 那歌手蔡依林呢 语文能力好是大家众所皆知 而她三年前呢 曾在法国开唱 至今到现在呢 当地人都难以忘怀 那最近呢 还有法国的记者 是非常的奠记着她 希望她能继续到法国来表演 看到这次报道之后呢 蔡依林是直呼相当的感人 希望下次能再去法国进行表演 而且还不排除现唱法文歌哦 而目前呢 她的新专辑进度只来到了百分之五 想要听到她的新歌 恐怕还得要再等一阵子了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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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